彭政森想要打无罪官司嘛 彭政森昨天想法是拼无罪 不会去咬 不会认罪 不认罪就放掉了柯文哲了嘛 因为有柯文哲咬进来的话 就是柯文哲指示嘛 柯文哲指示你做一个违法的事情 这个逻辑就串起来了 柯文哲收押 通过我的概念 任何人收押以后的第一个概念 就放弃拼无罪了 拼脚保 拼脚保 因为太痛苦了 所以两个礼拜之内 彭政森交保 都要拼脚保 审经纪要拼脚保 好几个大鲨鱼啊 要来咬柯文哲 柯文哲一定收押嘛 这就像一个拼图 这个拼图看起来柯文哲 本来以为说他逃鬼心就鬼 本来以为他的无保智慧 是没事了 看起来麻烦大了 现在这个犯罪的结构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他有上中下三层 第一层就是小沈 对柯皮 然后对黄珊珊 这三个 这三个的交往 最高层的 然后再交办彭政森 彭政森都委会的主委的力量 再来交代这个所谓的邵秀沛 那邵秀沛跟谁对口呢 就刚刚 刚刚这个 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就跟吴顺明 吴顺明 吴顺明是都发局的副总工程师退休 那赵秀沛是都发局的总工程师 对 他们有前后任的这种同事关系 那吴顺明退休之后去哪里呢 到中宫去了 他先到中宫上门 去中宫了 对 但印的名片呢 印的是印小薇的名片 所以印小薇在场面上召集会议 其实在中共这边内行的人是谁 吴顺明 所以吴顺明跟这个邵秀沛两个对口 那邵秀沛听这个彭政森的话 彭政森听这个柯文哲的话 结果两个月前嘛 两个月前 黄珊珊就召集了一个创共会议嘛 就把这个彭政森找到他的人爱路律师楼嘛 到律师楼开会的时候呢 那柯文哲派了谁去呢 派了周宇秀去开会吧 所以在那个开会之后 在接受北检的采访 北检的是征询嘛 征询出来之后 所以本来的期待 昨天要押 北检要押这个柯文哲 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谁 就彭政森啊 彭政森只要咬死 咬死他的话 昨天柯文哲收押嘛 对 那昨天为什么突然间 彭政森不咬 为什么 就是这个黄珊珊运作成功了嘛 就昨天开始是松口了嘛 为什么柯平那么有把握嘛 他一直讲一句话 你拿什么证据来证明 你要搜索我嘛 他这句话很硬耶 你怎么知道 因为柯彭政森已经返水了 彭政森不咬他了嘛 所以才搞到北检火大 把彭政森收押起来嘛 从彭政森到现在没有认罪哦 对 所以今天如果赵秀佩出来 咬到彭政森的话 彭政森就惨了嘛 明治违法嘛 对 因为彭 我刚刚讲了嘛 彭政森 赵秀佩 赵秀佩跟吴顺民 跟印小威 跟这个 跟神信金 这是一条线嘛 这是对口一条线 你看到没有 因为没有赵秀佩这种高手 跟吴顺民这种懂法律的人 搞不出这个案子啊 小沈只会喝酒唱歌而已嘛 印小威根本屁都不懂啊 我跟他熟得很啊 这个吴顺民是高手 副总工程师公务员几十年 退休 他退休 他不能去 他不能去别的 他不能把名字挂在中宫啊 所以他把名字挂在 印小威那边嘛 所以潜伏 用印小威的名目嘛 然后顺便 有没有做公关 当然就有嘛 所以吴顺民有做公关的任务 那吴顺民就跟 邵秀佩是对口单位 他们两方的专业的合作 才会创造出来这个 所谓的自创容积率又似乎合法的架构 这准备法律师要玩出来的嘛 那这个彭震生跑到了 关键就是彭震生跑到了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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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珊珊的律师楼去的时候 黄珊珊我想也知道 我猜也知道嘛 黄珊珊只要跟他讲嘛 你如果咬下去的话 你自己先中嘛 对耶 他中的话 他要免刑的话 他只能自白 只能免二分之一嘛 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打一个 无罪的官司 我去咬了柯文哲 我咬了柯文哲 就代表我是乘上自命 我就承认 我做了违法的事情了 他只能够减二分之一的刑期 没有办法全免 所以那北减也没有办法给他二分 给他全免 这全部豁免的话 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所以彭震生不得不 昨天一定要把他收押嘛 所以收押以后 彭震生就会反水 因为彭震生想要打无罪官司嘛 对 彭震生昨天想法是拼无罪 但是拼无罪 所以那就会不会去咬 不会认罪 对 不认罪 就放掉了柯文哲了嘛 因为有柯文哲咬进来的话 就是柯文哲指示嘛 对 柯文哲指示 你做一个违法的事情 这个逻辑就串起来了 柯文哲受押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那谁教他这个东西的 谁教的嘛 谁教的 但是串供嘛 我讲的很简单嘛 你跑到 跑到黄珊珊的办公室 的律师头去干什么 黄珊珊昨天为什么那么积极 对 这整个串 还有一个你不觉得 中央党部开门是谁开门的 黄珊珊开门 不开门 不开门不就没事了吗 不开门 徐浦开门 是黄珊珊打电话叫的吧 徐浦开门 那九点钟为什么不开门 他们公司 他们不是七点半 七点半上班 为什么七点半没有 不开门 为什么不开门 当然是主席交代不准开门啊 不开门嘛 不开门你怎么办 如果我是民众党 老子昨天就不开 你怎么说 他敢撞门进去啊 乖乖的 北俭摸摸鼻子回家嘛 你够肿就跟他赌啊 黄珊珊为什么叫他开门 为什么 配合嘛 那黄珊珊就是保持关系好啊 所以妈妈开门 我五指将就绝对不开 你北俭冲进来看看 对不对 所以这整个行为 整个东西是有一个 一只手在推动的嘛 那这个土包子的黄振生 还企图想要去拼无罪 但是我刚才大家讲的好消息 我刚刚御峰兄请教过了 御峰给我的概念 任何人收押以后的第一个概念 就放弃拼无罪了 去拼交保 拼交保 要拼交保 因为太痛苦了 所以两个礼拜之内 彭震生交保 都要拼交保 沈青基要拼交保 好几个大鲨鱼啊 要来咬柯文哲 柯文哲一定收押嘛 重罪 而且变更法条 贪污自罪条例第四条 知道什么 就是取贿若罪嘛 然后今天我认为 邵秀佩应该要收押 会吗 因为他跟吴顺平两个是对口的啊 他不收押他的话 所以你收押了吴顺平 就会收押邵秀佩 两个是同样道理嘛 等样的嘛 两边不同 他是不同边嘛 对 他们两个操作是合作关系的 所以他的口供 要跟吴顺平口供搭上嘛 在整个细节 整个操作细节 就会知道 哦 是这样子的一个交代流程 才创 这个 因为这个违法的事件 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是他们两个专家创造出来的 那是谁指示的 高层指示 那要咬 咬到柯文哲 柯文哲就中了 好 说 我们看到 今天 我最惊讶的是什么 今天找了两个被告 今天找了两个证人 那两个被告刚刚讲的 你今天是柯文哲跟盆生生 我并不意外 对 今天居然的证人 是陈贝琪 对 还有这个所谓的盆生生的太太 对 我就发现 我好像在看戏 是 我好像在看威龙闯天官 那五千两黄金到底在哪里 房子买多少钱啊 花了五千两啊 哎呀 你竟然拿五千两去盗贴男人 你不要听他的 我哪来的五千两 你没有五千两 哦 那五千两连我都不敢收 你竟然拿去盗贴男人 那五千两我一分钱也没花呀 你还没有大谎 三西部阵五千两你没用过 这么快在我老婆身上 没有病啊 三西部阵的五千两在我房里 三西部阵的五千两在她房里啊 好 所以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是 九点五十六分 九点五十六分刚刚讲 陈贝琪 他怎么以证人身份 对 以证人身份之后 刚刚讲在廉政署里面 待了七个小时 待了七个小时 又到了北界 刚刚被请回 对 可是以前 我从那边我看过说 被告的老婆 竟然是证人 而且被征询了这么久 对 那刚刚讲 你不是查金华城吗 对 那金华城关城北界是什么事 而且看到 现在金华城 他已经列为是所谓的 这个台湾自罪条例 已经是所谓的图利罪 对 图利罪看起来 已经非常明显了 已经是五年以上 你说五年以上 不能满足北界 而且今天晚上的重头戏就是 柯文哲到底会不会被收押 保证 今天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早上开始一直到现在 全台湾民众 不只是全台湾 全世界其实都在关注这个案子 因为台湾第三大党的领袖 被人家这个搜索 这个扣者也是 会酿成一个政治风暴 虽然他就这样子 跟你降下 所以检调一定是有备而来的 他目的今天一出窍 就是要让你这样 要你被收押 所以要一见封喉 对 尤其是今天早上 你看时间多么赶 保证你仔细来看 从昨天晚上的时候 这个印小卫被裁定收押 吴顺明裁定收押 沈金星裁定收押 凌晨4点05分 结果早上6点半的时候 就已经抵达 柯文哲的家里面了 北检不要睡觉吗 廉政署不要休息吗 你这个时候一忙到 那凌晨4点05分之后 6点半就跑到柯文家里了 对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保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这次是兵分欺入 而且都是重要的检察官带队 比如说在柯文哲他家的时候 是由中组的主任检察官 江振宇带队 另外还有廉政署的副署长都去了 所以这次去 又是要 绝对要让你一刀锋 绝对要让你 可能今天晚上 走不出来的一个状况 可是刚刚讲的 现在柯文哲来讲 你现在是财务支队条例的土利罪 土利罪刚刚讲的 现在不是很多构成 要件都已经满足了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干嘛还这样的 风风火火地办呢 那以前有这样 风风火火地办吗 你说搞了半天 他针对财务支队条例 第六条土利不满足 他要把它搞到第四条 搞到第四条就是 你有职务收费 有职务收费叫有金流 有金流 柯文哲 就进去出不来了 老姐 我问你 如果今天这么大动作 然后柯文哲都跟你嗆声 最后只有说 土利罪的时候 你觉得这是检察官们 要的目的吗 不是吗 当然不是 他们现在要的就是说 可能如果查到金流的时候 是探污罪里面的 收费的重罪 用这样来办柯文哲 否则你目前为止来说 土利罪本来就可以办他 或者说他整个背信 在木可公司里面 就可以办他 但是检察官今天这么大动作 兵分欺入 同时还找了彭正生 还找了柯文哲 还有他们两个的妻子 目的要做什么 当然我们知道 陈佩琪一定是最了解 所有金流的人 我只要把陈佩琪的金流 他愿意说了 把它弄得清楚的时候 如果金流兜得出来 因为现在另外一边 已经有金流了 所以金流只要兜得出来的时候 或许柯文哲 收费了这个案情 就有可能会有 眉目出现的这个状况 所以说陈佩琪不是只是一个 单纯的联谊的医生 在整个过程里面 如果我要查金流 我需要知道陈佩琪 我要知道彭正生的老婆 在中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非常多的讯息 跟陈佩琪是有关的 这个之前为什么会back out 是传说他去买豪宅 而且买豪宅是1.2亿的 1.7亿的 2.4亿的他也都看了 而且他自己也承认了 别人是东市买巨蟹 西市买安街 他不是 他是东市买豪宅 西市买商败 豪宅商败小宅 他都看了 你到底有多少钱 还有刚刚讲到的 现在确定的4300万 也传出来说 4300万的商败 到底是柯文哲去看的 到底是柯文哲去签的 柯文哲去谈的 还是陈佩琪去谈的 对 刚才保险讲到 非常多重点 所以这次的陈佩琪 夏日去看法 就被想要酿成大祸 为什么酿成大祸 因为第一个 现在目前为止 检察官很清楚知道 他有没有去看豪宅 有没有想买豪宅 检察官一定知道 一定知道之后 问你说 那你为什么会有那些钱 你的钱从哪里来 对 他只要这样就知道说 那你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他只要把陈佩琪的金流 你那些钱从哪里来 然后这4300万你知不知道 或者是说保洁 450万 木可的钱 你知道最后是 陈佩琪一笔一笔 10万块汇出去 把它捐出去的 木可也是陈佩琪 No的 对 刚才讲的 木可给了柯文哲 所谓的450万的销项费 或者是权利息 对 最后是由陈佩琪处理掉的 所以陈佩琪在这个案子里面 当然说来说 当然相当重要 那我们就讲 今天检察官们 这个兵分歧路里面来说 你看当然除了柯文哲 他们的家 然后民众党的党中央 还有台坡大楼之外 甚至连彭震生 他在高雄的住家 台北的住家 办公室都被收 所以陈佩琪 现在的这个检察官来说的话 他认为说 可能案情 这个原本不是 或者已经不是彭震生讲的 因为原本 这个彭震生讲完之后 现在已经有这个应小威 还有报告说 像这个沈静晶 他们相关的证词之后 再来的话 这个案情会兜得越来越聋 然后把他们两个的服务人 都找过来之后 这个两个的服务人 都是要查什么 都要查金流 那查金流 那你知道吗 今天检查到底是做什么大重做 保险上 到第一个 到这个柯文哲家里面去的时候 你看我们刚才讲到 6点20分就到了 按门铃中没有回应 一个小时之后 这个他才能够进去 他们才能够进去搜索 然后进去搜索之后 保险你知道 其实柯文哲家并不搭 大概40 50平 就他们在里面 居然收了4.5个小时之久 你在采访是吗 对 他们收了非常非常久 收了非常久 为什么 因为搞不好 这里面是不是有金流 我们不知道 所以目前为止 收了4.5个小时 另外一个 在台坡大楼也是一样 台坡大楼来说 就柯文哲的办公室 他们带走什么 他的这个主机板 主机还有他的纸箱 而且他收到多仔细 他们连那个三楼 他目前还在这个 中皇中间的这个办公室 他们都跑上去 跑上去的时候 每一个地方都收了 非常非常仔细 那至于党中央来说的话 其实就没有怎么做 所以你看目标是什么 柯文哲 只要是柯文哲的办公室 跟柯文哲的住家有关系的 我绝对都会给你 收得仔细的一个状况 而且这个时间点非常微妙 大家想到原来 他们有一个计划 本来就在28号要发动 也就是828计划 828计划里面就很清楚 就是跟随沈静金 因为沈静金抓到了以后 刚刚讲缤分43路 缤分43路是把沈静金 所有的子公司母公司 孙公司全部都查清楚 查清楚以后 这个金流开始进行勾集 勾集了以后 我有了沈静金的钱 再加上柯文哲的这边金流 我要Bingo 我要等于把你彻底毁灭 抱歉 事实上这个时间点 是往前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一次 所有金华城的 这个所谓都省委员的话 最后一个人是9月3号约谈 所以原本9月5号才要约沈静金 但是没想到 应小微在这个时候她要跑了 要跑了之后 当然828没办法 就赶快要查沈静金 扣留了应小微 查了沈静金之后 辞呈被迫往前推之后 那就传出来什么 抱歉 最新不是今天早上传出一个消息 说陈佩琪明天要到美国去 所以她这个 这么这样的状况是这样 你今天能够不赶快出动吗 吓死了 然后他们现在认为说 如果放任这个柯文哲在外面的话 搞不好还会进行串供 所以目前为止我就讲 如果按照这样的办法来说 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再深压进建 否则来说的话 恐怕这个案子来说 水落石度的可能性 就会越来越低的一个情形 而且你想说这个对北姐来讲 其实是一场印象 刚才讲沈静金她是一个财团 她是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干嘛你可以请很强的律师 就跟她讲 她居然把以前特征组的律师都找来了 现在大家最后的神拍神 今天非常清楚就是 今天我们看到的北姐一定会生压 可是你压不压得成 那就变成关键了 所以现在都是王牌进出的局面 我们到简年这边来说的话 中署端署还有包括简年的调查官 全部都是重兵集结在这边 另外当然他们也请了非常多 包括说像应小卫的这个庄政律师 包括说像这个岳方鲁律师 甚至像胡元龙律师等等 这些人都是中兵 甚至连柯文哲请的律师 也都是强棒 所以他现在双方就是先拼先 也就是说今天到底柯文哲 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相信今天晚上 大家可能都夜不成眠 因为大家在等最后的结果 好 无头 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对你道歉 因为你昨天讲说 在今天七点的时候 北姐就会行动 大家又在唬烂了 就搞了半天时间地点都被你讲对了 讲对了以后我现在非常好奇是 柯文哲会不会押 柯文哲押不押得了 柯文哲现在人已经要准备 送到北检附近 你送北检了 所以我认为今天晚上 柯文哲的人跟券 应该就要送到台北地方法院 那这个时候就是深压的 这个深压的这个要求 今天一定押 台北地检署一定提出 深压的裁定 这个是100% 那最后要送到北院 那台北地方法院 应该今天晚上不会开庭的 因为太晚了嘛 就会变成明天要开七压庭 对 所以我先把这个态度 先讲清楚 一个是台北地检署的态度 要提出深压 提出深压 那明天由台北地方法院 要来开这个七压庭 那为什么我说 这个深压很有可能会通过 有通过的理由在哪里 我先讲 今天我发现 全部的案子集中在一个案子 就金华城 金华城 没有谈其他案子 没有北枝科 都都没有 没有国财思考 全部都没有 也没有台枝科 这样子为什么 因为金华城比较容易 深压 比较容易激压 激压成功率非常高 所以他们集中火力 做这一个案子 所以我先做单点突破 对 那这个突破 人家手上以后 它慢慢掉了 后面的案子一个一个来 累积起来就不得了了 所以那我现在讲说 为什么它会通过的理由 首先第一个 北枝科上有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一定超过我们的想象 一定不是我们已经 新闻所讨论的 一定有一些它有把握的东西 但是我要说明 今天的台北基建署 所侦办的方向还是图利罪 违背 就是违背植物的图利罪 那这个东西就是 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但是五年以上 你说代表说我还没有查到金流 应该 不是 没有直接的金流关系 还不清楚 金流应该还不是他的 现在还掌握力还不够 我认为应该这样子 有 可能掌握力不够 所以才昨天 昨天才积压了沈金金跟易小威 那沈金金跟易小威 我认为在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之内 他就会突破了 因为那个他们 他昨天不是写了一封信吗 告诉这个公告 公告周知啊 说这个他不收 他不送红包 沈金金不送红包 柯文哲不收红包 他就等于告诉柯文哲说 我不会把你到嘛 我不会想出来嘛 但这个东西要跟他的意识力 做对抗 那如果他发现 沈金那个 柯文哲也被收押的话 那这个意识力就崩溃了嘛 所以今天收押柯文哲是打垮 沈金金的这个意识力的 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他妈 你也进来了 他都进去了 你进来我跟你 而且你老婆变证人了 对 那我何必跟你去 去维持这个兄弟承诺干嘛 你没有意义了嘛 对 他认为这个骨牌已经倒掉了 这是第一个 所以要 所以要羁压柯文哲 是这个案子突破 重要的一个要件 那好 那为什么会成功呢 东西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要乱讲话 但我光讲这两天的反应 我认为拿郑文哲的例子来看的话 就一模一样的事情 在这个本案发生 什么事情 他昨天柯文哲开了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众大会 对 他把他所有的党工职全部秀出来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一个 那个是一个秀肌肉大会 他秀肌肉给台湾政府 给司法机关看 我有那么多立法委员 那么多人 你给你抢毒 还有小草 我昨天我有动员 小草 他就展现实力 为什么我说这个展现实力 这柯文哲就是聪明反背聪明误 因为这个群押里面 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什么东西 一个就是串供 串供 串供就是灭阵 灭阵里面有个要件 什么要件呢 他当了八年台北市长 如果你当了八年台北市长以后 你还有实质影响力 你的实质影响力可以影响这些 是还没有道案的同案 跟还没有道案的证人 所以你的八个立委 你的这些公子 你这些人 代表你是有力量的 对 代表你有力量 所以他这个是刚好反向思维 他不懂法律 所以黄珊珊是个好律师 我实在非常感到 这个越帮到忙 越帮越忙 然后第二个 今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情 早上他照理论上讲 他应该跟检察官上车去走人 结果在那边咆哮 在他家门口嚣张的那个样子 这代表什么 力量 还是力量 然后第三点 你就看到另外一个人 黄国昌开记者会 也是一样批评政府 嚣张 对不对 也是在秀肌肉给大家看 挑战司法 那我是检察官 你这个有灭证之语的力量 那我怎么办 我就跟你压了再讲 另外一个看起来不重要 館长说要包围北检 要搞群众运动 那今天这个我承判检察官 一定非压你不可 我这个司法尊严荡然无存 你这每一个都是叫做 实质影响力的展现 所以这个展现的结果 把它害到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刚刚提到一个东西 他有亲友在国外 他有小孩在国外 对 表示他国外有依亲的可能性 所以他有逃亡之语 所以我就把它讲了 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唱共 对 一个就是唱共灭证 第二个就是逃亡 所以这两个要件 都复合的情况之下 检察官 那第一个要件 实质影响力这个事情 在桃园展现过 对 桃园的地方法院 最后不得不押曾文燦 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理由 所以曾文燦现在在外面弄的话 我检察官办不下去吧 是 所以检察官为了要 让他的侦察作为 持续能够进行的话 必须要提出生押曾文燦 所以他这两天这么嚣张 这么傲慢去展现肌肉 反而害了他了 他以为是帮他忙 结果是帮倒忙 他把他的power 在台湾展现出来之后 然后恐吓了检察官 那检察官在为了要 为了要推动他的侦察作为的 顺利执行的话 一定几年提出这个理由 要台北地方法院 要积押柯文哲 所以这个是他 这两天的作为里面 对他最不利的部分 好 雨萱 刚才讲的 现在柯文哲跟检察 真的已经兵容相见了 已经大家都要一见封喉了 今天晚上最重要的大戏就是 你到底会不会生压 生压会不会过 柯文哲会不会压吗 而且今天北检的态度 已经很清楚了 不但是要压你 而且我要彻底的摧毁你 把他跟柯文哲一直自以为 自己是孙悟空 想说我会七十二变 不管讲什么 我会变变变 但是他犯一个非常非常大错 什么大错 检察早就已经撒下天罗地网 就算你再会翻 你也逃不出我的五指山 而且重点宝刘哥 这个天罗地网照 分成两层 一个叫做司法 一个叫做政治 欢迎吃司法是什么 当柯文哲昨天 造了布道大会的时候 他跟大家讲说 四百五十万授权金 我会全数捐出 包括一千三百万 这个其实是一千五百万 我都不知道 这个我跟你讲 全部都财务长自己处理 但我跟你讲 钱汇到我的户头我才知道 你就犯了大气了 你知道为什么犯大气吗 因为检调今天是 刻意让你去召开 这个布道大会了 为什么 讲牌了 请问一下 背信罪当柯文哲拿 四百五十万的时候 侵占罪当柯文哲拿 四百五十万成立了没 成立了 当然成立了 因为他之前最骄傲的讲说 这里面没有一毛钱 进到私人口袋 结果没有一毛钱 进到私人口袋 一下汇了四百五十万给你 而且不但四百五十万 我刚才讲 这不是只有一笔 现在很多人讲 他不是一笔 他还有好多笔 跑来跟他讲 不思者无罪 我不知道 李文娟自己会给我 我真的不知道 柯文哲肯定会这样讲 但重点没有用 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事实上 检调早有系组非常多的理由 可以直接把柯文哲约谈 那为什么他们暗定不动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清楚一件事情 柯文哲一定会搞政治对抗 今天有没有跟你搞 有 马上就在他家门 我跟你搞个政治对抗 而且不只是这样 四百五十万这个只是小条 检调要的是什么 大金鱼 我才不要小虾米 包括我们讲的 金华城这个案件 你想想看 到现在为止 硬小卫的四千五百万 最后到底去了哪里 有没有跟你讲 没有 柯文哲是不是 最后了爆了 承认说自己去了哪里 逃出女人 去唱歌 去被安慰 对嘛 那你太太有没有跟着去 否则为什么你太太也被约谈 去逃出女人 这么一秘的地方可以干嘛 所以你不要误会了 检调早就已经算清楚 包括你讲神经兴的 好几亿公关被消失不见 我们讲硬小卫的四千五百万 消失不见 那最后去了哪里 就差一块拼图 这块拼图叫做什么 就是你这个自以为是孙悟空的柯文哲 而且不只想想想看 接下来还有北市科 我们讲的 以火市场的改建案 甚至是我们讲 这一次的政治现金假案 幻言词检调的天罗帝王 司法层次 我早就已经传变变了 但我现在要干了嘛 我要顾及到政治层次的天罗帝王 因为如果我知道你是政治对抗 你一定会干嘛 你一定会想办法说 这都是政治迫害啊 这直正常的攻击 所以我必须要先用这些案件 比如说四百五十万 一千三百万 买房子把你干嘛 还有把你丢在豆臭你 对 豆臭 先豆臭才能斗垮 先把你完全人口毁灭 所以各位 当我们昨天看完柯文哲记者会的时候 我跟你讲 小草在家里都默默落泪 叫做阿伯真的没救了 阿伯真的毁了 因为阿伯自己理智线都断裂了 我们要怎么救他 所以你想想看 当今天出现在这个场面的时候 我跟你讲 检调根本不意外 理由是什么 当其实他们去的时候 等了足足一个小时 保险哥 你知道检调怎么进去了吗 按电林 柯文哲根本没出现 就躲在里面 所以简单讲 你就是抗拒嘛 结果他们是从绕后门之后 自己人把门前门打开 这好不容易 最后才走进去 走进去之后才能完成搜索 但检调也有给他免走 因为他知道 如果说我们讲说 我们是强行进去的话 柯文哲会说什么 司法破坏 司法不公 肯定会用这一招 所以他们就在声明稿里面 检调说没有 他极度配合 配合 极度配合 你自己要上车的 对的 他只是早上睡过头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柯文哲 会最超过7点半 人家7点半就出门 但是有一个关键点 你看喔 当他出来的时候 检调原本还想阻止他 因为柯文哲要干嘛 他说 我跟你讲 不行 我要讲话 不行 让我讲话 就检调跟他说什么 行上车 就柯文哲说不行 我要讲话 柯文哲说不要 除非你直接把我带走 他非常凶寒喔 你知道为什么 保际哥 他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 柯文哲很清楚 他现在唯一条活路就是 我要搞政治对抗 所以他做什么 他马上讲 好 我跟你讲 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 主要在野党出席 在住家办公室被搜索 我跟你讲 这在搞什么 他就是在搞政治对抗 他说这是执政党的动作 这是执政党吗 执政党局 对嘛 我们讲白 这是检调 根本不是执政党局 所以保际哥 当他做完这个动作的时候 请问一下检调官 知不知道他会这样干 当然知道 所以昨天才让他唱那出大戏 反正我知道 你今天就会这样来 但保际哥 柯文哲说错了一件事情 你知道什么吗 他说我是职上第一次 你错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你之前 还有一个人 叫做时代力量党主席 徐永明 徐永明是召你之前 在干早之前 还有另外一个人 你知道什么吗 统促党上安乐 所以柯文哲不好意思 你不只总统大选是柯老三 你就连被带回去乐谈 你也是柯老三 好 回程 刚刚讲的 今天两个被告 两个证人 两个证人 大家跌破眼睛是 居然是柯文哲的老婆 另外一个是彭正生的老婆 怎么老婆变证人了 是 尤其是 但是陈佩琪 我们实在话来讲 在整个金华城的案子 陈佩琪有扮演角色吗 没有啊 反而有真正扮演角色 跟她们去开所谓的便当会 的那个人是谁 黄珊珊 黄珊珊有变证人吗 没有 所以啊 我要是陈佩琪 我就想说 等一下... 飯堂我没去吃 我没在台北市城 有在吃堂楼 你没来没去 叫我把我靠去 叫我去做那边证人 为什么 房子是你买的啊 房子是你买的啊 而且第二件事情 所以说我今天很真正 刚刚吴董讲 今天很单纯就是办金华城 我如果很单纯办金华城 这个金流就是要跟金华城有关 所以你买这么多房子 就是想说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喔 陈佩琪是9月底才要退休喔 他现在还是具有所谓的公务人员身份喔 这个案子是简连請办喔 也就是有廉政署喔 廉政署办什麼 公务人员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他今天为什么以证人身份被传去 有一种可能性 不好意思喔 陈医师 你们两个医生啊 之前去年12月底的时候 公布的财产也才2500万 突然之间拿了4300万元的一个现金 买下了这个房子 可以让我们存责部 让我们乒乓一下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请他交代金流的状况 好 陈佩琪是如果 我们现在假设 他是因为这个金流的部分 被请去廉政署 进行这样相关的询问 那我问你 彭震生的太太 为什么也早去 对喔 我问你 而且在高雄 他说跑到高雄的住家 代表彭震生住高雄 代表他老婆住高雄 乖这个屁事啊 我跟你说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彭震生在所有 金华城扮演角色 说三次会议我都没到 我莫名其妙要被 变成PM 我甚至有可能 好像大家认为说 你是要变污点真人身份 要来开始咬那个柯文子 对不对 那我就问 如果你真的 这样子被强迫的情况之下 弄的话 你太太怎么会在这时候 被传出来 而且是证人 所以 如果按照柯P跟陈佩奇的 这个模式 那我想请问一下彭震生 你们最近有买房吗 你们最近有拿着现金 买房吗 你问他有没有买房子 如果没有 怪你太太 你太太还在高雄耶 跟你太太有什么关系 所以 所以 所以不是陈佩奇在买房子 有很多人最近都在买房子 不知道啦 反正老闆嘛 他是治长 我是副治长 大家都一起吃了便当 我副治长没吃便当 可是奇怪了 如果说有一些资金的问题 而且这个案子到最后过了 夫人帮会想要去看家 可能不会来 因为高雄也真的太远 但不管怎么样 今天这两个夫人 被传为证人的情况之下 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要查整个案子的金流在哪里 那再来 你说柯文哲 大家会认为说 柯文哲你怎么出来画 就怕 沒有 搜索了四个小时出来 說我会被紅色 突然之间就开始说 变成是 從司法案件变成是政治对立 然後就说 執政党 你给我交太清楚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搜索了四个小时 你没有收到现金 所以现在 但我觉得柯文哲的意思就是 现在你就是查不到现金 你没有拿到钱 可是柯文哲你也不要少看 你也不要低估检方办案 你太太 5月7号 在脸书中告天下 我即将要退休 9月底退休 你5月10号 就签约买房 捧着4300万现金去买房 5月16号 你儿子的治疗公司就成立 8月6号 你们民众党的党庆 然后陈佩琪在贵党扮演的角色 越来越多 所以换言之 这陈佩琪今天 虽然以证人身份被请回 但显然对检方来讲 他是解开整个金流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 好 姨布 今天我们看到了 柯文哲人设完全的崩坏 跟你去举报说 他买了花 没有任何贷款 现金4300万 居然买了 买了以后大家想 柯文哲那么忙 柯文哲可能自己去谈吗 现在都传说 那4300万买那个房子 谁去看的 谁去谈的 最后可能只是柯文哲去盖个招 这中间难道陈佩琪也扮演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吗 因为陈佩琪讲 我是看豪宅 我是看办公室 我是看小宅 我都看了 所以陈佩琪的角色 就是他的太太 所以为什么今天 他必须要先用正人的身份 进入到地检署去接受盘问 我跟大家说 我刚刚在来的路上 你知道有多少绿营的支持者 准备鞭炮 要爆炮啊 今天要爆炮啊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柯文哲真的是现在全台湾 所有的政治人物 仇恨值最高的 我没有看过那么高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认为也不是只有绿营的支持者 那当然绿营的支持者最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这十年 回想他2014年 他在参选的时候 很多支持者是怎么帮他的 他真的是骗我们的钱 骗我们的感情 然后最后再把我们抖一笔 再把我们陷 你说他们这样子的心情 吞得下去吗 吃我的用我的喝我的 什么都用我的 是啊 所以你看看 贤面没一笔好 对啊 还把我抖一笔 现在不是这样 政治渣男 大家都在等我们去发生嘛 那你说陈佩琪 他的角色多关键 我讲几个 第一个 当然这都是金流嘛 第一个 政治现金 他选了两届的市长 包含一届的总统 他所有的这些政治现金 谁最了解 一定是陈佩琪 因为所有的账 都在他的身上 第二个 补助款买房 就是刚刚讲四千三百万 我们一直要求说要公布金流 你到底是不是这个存责 去买房 然后四千三百万汇出去 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公布嘛 然后再来 金华城的这个案子 我就要问陈佩琪 今天有一个新闻说 连柯文哲的远房亲戚 都去逃租影园在唱歌 那你陈佩琪 你身为柯文哲的配友 这几年 你有没有去过 如果远房亲戚都去了 你陈佩琪 可能不去吗 那你说 今天柯文哲 去这个 这个逃租影园 好像驾走咧 对啊 所以 人家爆料说 他根本不是像柯文讲的 只去一次 你自己去 你远远房亲戚都去 那你陈佩琪 到底有没有去 你陈佩琪 跟陈慶金之间 又没有 有没有什么 可以直接联系的管道嘛 那再来 又是昨天开记者会 木可的帐 那最后 现在被发现说 有四百多万 又流到了柯文哲的账户里面 那你又怎么去用这些钱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现在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 徒利 跟 贪污 残酷二选一 如果假设 有找到金流 你又没有办法解释的话 那这样子恐怕柯文哲 就會面临所谓贪污的罪行 这两个是差非常非常多 欢迎去跟会计的时刻 今天最惊论的发展 当然是检调 兵分四十三路 去搜索金华城 而且现在 金华城我们看到了 沈信金跟易小微 两个人都被列为被告 两个人如果被列为被告 两个人都被击家 整个案情会向上提升 向上提升 大家就会注意到 如果你都已经押了沈信金 你都已经押了易小微 那接下来柯文哲 柯文哲还可以放他在外面 爬爬爬罢吗 而且我们看到了 现在柯文哲已经被五大人压着 喘不过气来 他就像被压在胡子山的孙悟空一样 包括政治现金案 台志光案 万大火灾市场案 包括北市科 包括新华城 而且这五个看起来 早就已经天罗地网 布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界 当你开始在谈政治现金的时候 新华城就开始动 当你觉得我要去运动 新华城的时候 北市科你就开始动 不管柯文哲怎么样的挣扎 这个网只会越收越紧 越收越紧 这个对柯文哲来讲 他只是要知道说 他到底哪一天要面对他的牢狱之灾 好 在这一段里面 国民党的台北市员周小平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小平 你好 大家好 好 宇权 刚刚讲的是 今天大家没有想到说 兵分四十三路搜索这个计划证 搜索计划证 竟然没有想到 应小微既然列为被告 应小微列为被告 更可怕的是 他早就被禁管了 他可能听到风筝或怎么样 本来想要透过台中机场要离开 就到机场离开的时候 就会被挡下来了 你说原来整个检调单位 整个北检 对于柯文哲 臨兵斗阵阵列在前的 捷技已经形成了 宝刘哥 当时所有人 包括柯文哲 包括应小微 甚至包括我们讲神经兴 他们只在乎说 看着天上有一支五指掌印 即将要压下来 但他们错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检调早就已经附下 天罗地网 捷界在各个地方了 为什么你知道会这样讲吗 你押住柯文哲了 当然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吗 因为他们原本想说 哎呀这个大长应该是对的柯文哲 对不对 就当应小微原本是准备要干嘛 原本想要出国 原本想要出境 但是他会做一个动作 因为所有出国所有出境 他的机票都要干嘛 先买 实名制 就是我一定要拿着我的护照 实名登记我才可以买嘛 结果一K进去之后 没想到 检调连这个东西都注意到 检调连这个东西都在盯 所以应小微早就被盯上了 应小微早就已经被禁管了 应小微的一举一动 都在检调的眼皮底下了 对他是知道什么时候 他是知道检调也不动声声 我知道你订机票对不对 但我早就已经不好结界 安啦 金本没你惊啊 等到你到了机场的时候 拖着一咖行李箱 想说我要赶快让杠的时候 没有想到的时候说 不好意思 这个应小微小姐 你已经招到禁管了 你不能出境 所以他是在这个时候 才干嘛 被检调给逮到嘛 检调就是在这个时候 直接逮人嘛 不是 从这场我们才知道 整个检调单位 不是想说北姐都没干事 他们早就已经布局了 对 所以当你看到检调想说 奇怪 金华人到现在 还在约委员 还在约信友的没有 结果发现了什么 障岩法 为什么 因为今天好 你扣问者马上去订机票试试看 陈沛琪马上订机票试试看 其他的相干人等 所有事案的人 订机票试试看 我就搞不好你会发现 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原来有一道透明的墙 全部挡在你的面前 为什么 通通搞不好都被禁管了 都被罩住了 都被罩住了嘛 所以现在早就说 我根本没在怕 为什么他处片不清 大家一直在好奇 就是说检调的办案节奏 感觉上来讲 说快不快 说慢不快 原来是什么 老子有底气 全部大家 通通都早就已经把 所有的部件 都已经部件完了 现在只等什么 等你字头罗网 望中桌边 最好是等到你柯文哲 包括你心理崩溃 柯文哲自己 自己把自己自爆 那借时候 我不得来借步非功夫 我就直接把你 全网放下来 好的 大家讲的 今天整个计划层面 有六个被告 六个被告要讲的 还有金华正的董事长 陈玉坤 包括应小微 还有应小微的好朋友 王春凯 这四个人之外 加上两个应小微的助理 你干嘛把应小微的助理 也都列为被告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 原来应小微 在中间扮演个 非常关键的角色 因为刚刚讲的 你兼容几率 从500一直到800 居然是在 应小微的办公室里面 算出来的 所有简单在做一件事情 他只会在乎一件事情 叫什么 金流 金流是最重要的 因为当今天我们讲的 如果说是涉及独立罪 如果说是涉及贪污罪条例的话 你想想看 应小微的角色他应该是什么 3月10号的时候召开便当会 三场便当会 来谈什么 把这个案件 也就是沈静晶 要求陈琴的案件呢 一路的配合做 提供给柯文哲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 不对啊 那容积奖率哪里来的 因为容积奖率 是一路从300多 最后变成840 结果后来发现不对 各位就是在应小微办公室 去把这件事情给谈妥了 喬出来的啦 这办公室喬出来的 喬出来的啦 明目国贵归奖啦 搞不好什么智慧 城市医疗城市 那三个莫名其妙的20% 创色农机奖励 就是在这边创造出来的 各位所以这是创造发源地 但你这时候问题会出现喔 那这个王尊坎 到底是什么角色 为什么 不对啊 他明明是他的助理 或者说你要讲应小微的男友也好 干嘛去抓这个王尊坎 对 没道理啊 他应该是他的主任 就后来搞懂了为什么 因为肯定检掉抓到了金流 什么金流 比如说今天应小微 这边做一个处理 对不对 那这个他的助理 不知道是用 你要说用公司的明目 用什么明目 处理到这个金流 等于是说 我这边承接这个业务 然后这个金流 最后再跑过来这边 最后再回馈到省金这边 换言之什么意思 你不要误会了 微金集团是不是省金金的 是 是他的对不对 他是负责人 但微金集团的钱 是不是他省金金的 不是 按照公司法根本不行 所以对于省金来讲 就算我今天想要动用这些钱 对 需不需要这边稍微 东挪西牛 黑龙赛党这个 要 当然要 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助理 也会重见落马 也会被检掉列为被告 甚至是约谈 理由很简单 当中绝对有神秘的金流在串 而这个神秘的金流 现在剪掉 要知道的就只有一件事情 那到底有没有留到柯文哲身材 好我们看到 今天计划程可以一切为二 一个是什么 在市政府的部分 市政府的部分 刚刚讲的是 由柯文哲直接交办下去 交办下去 我刚刚讲的 今天你会问了彭正生 你今天就问了都委会的委员 这个是市政府部分 可你总是要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的关键就是 当你的 沈信金 印小薇 王尊凯 李玉坤 甚至两个助理 进来之后 那你今天 他们跟柯文哲之间的关系 就耐人许位 中间还有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就是黄珊珊 因为印小薇之前 2014到2018 他就要推着干子 推不动 一直到黄珊珊进来 所以 当你今天 刚刚讲到这几个被列位被告 列位被告的关键 有没有会被收压境界 收压境界之后 刚刚讲到 黄珊珊 已经柯文哲 就不远了 为什么说之前都推不动 奇怪不对啊 2014年的时候 那时候市长 请问一下是谁 也是柯文哲吗 2014 2018 都是柯文哲 那为什么以前的柯文哲不行 现在的柯文哲 唯一的差别 要么就是钱 要么就是 缺少一个敲门窗 我们谈战事实里面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要找对人 而如今对的人是谁 就是这个黄珊珊 因为坦白讲 原本柯文哲跟神晶晶 拿到什么脉络 但是从黄珊珊来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脉络 就突如其来牵起来 而且保德哥你知道 更怪的是什么吗 太顺畅了 今天呢 在3月10号召开这个便当会 映晓威作为是在外面喊瞎 结果没想到17号 马上陈情信就来 而且最后3月19号 柯文哲就交办 所以现在检调怀疑嘛 一个在里面 一个在外面 叫做里应外合 究竟我们现在确认了 映晓威有问题 沈静晶有问题 而且你说现在看起来 是金流查到了 金流查到了 才可以这么快有动作 对而且你仔细看 为什么沈静晶一直再三讲到说 今天声明稿说 我没有拿红包 我没有发红包 我没有给红包 那理由很简单 当一个人不断的讲什么 那绝对是他最心虚的地方 我们从柯文哲上 可以验证一件事情 所以恐怕 检调是心知肚明 有找到金流 而且接下来 这一股流 就要流向柯文哲的怀里 好 惠神 之前大家也在仔细说 现在桃园地检署 去办这个所谓的郑文燦 办得如火如荼 台南地检署刚刚讲到 连赖清德的嫡系子弟兵 他也都敢办了 你这北检在干嘛 北检好像东摸摸西摸摸 东看看西看看 好像一点斗鸡都不要 可是今天你才知道 原来北检那种毛骨悚然的力量 刚才讲到 主任检察官江振宇开始要上任了 上任以后 林俊妍跟唐宗信 本来所谓的爱主的 病到了宗主去 整个一结合之后 刚才讲 原来这里 真的搞了一个临兵斗争 皆劣政劣在前的结界 整个把柯文哲给造住 造住之后原来不是柯文哲 刚才讲应小为一干人的 包括沈济金 沈济金刚刚回国 你有任何风吹草豆 都在剪掉的眼皮底下了 是 江振宇之前办过黄世民 黄世民那时候是检察中长 一个连检察中长都敢办的 一个检察官 你说他现在会把你柯文哲 放在眼里吗 你柯文哲只要敢犯任何事情 我一定把你底子都刨出来 我跟你讲 你现在看这五大案很有趣 记不记得我们今年三四月的时候 讨论台智光 讨论万大什么雨果市场 一步一步讨论上去 但没有想到真正可以一步 把柯文哲这样子陷在目前为止 吓到你会觉得六神无足的是金华城 金华城 所以为什么 因为最重要一件事 金流可能就在这金华城被逮到了 其实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沈金卿就媒体报导7月还出去 代表着7月都还没有禁管 然后她回来之后 易小薇据媒体报导是昨天她企图 想要从台中飞到香港去 那沈金卿按照她原本的行程 是今天打算要出国 所以换句话说 沈金卿今天要出国 对 预计也是今天要出国 所以你看到易小薇 据说是到了后来被发现被禁管 所以是不是沈金卿7月还行动自如 回来之后媒体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包括7 8月8月开始的一个政治献金案 就开始吵起来了 所以看在简方 我跟你讲 这个几个案子 是本来是分开在办的 但是在8月因为监厂院的报告 政治献金案开始突破了之后 我跟你讲 所有分开案子可能金流找到了 所以全部 整合了 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的 在目前这五大案里面 我认为有两大集团完全脱不了身 一个就是金华春 另外一个就是星光集团 北市科 北市科的案子 所以你就会发现 其实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北市科的吴东靖 在今年5月的时候 也因为他涉嫌动用他自己的 那个星光人寿 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 后来也是被传 后来一亿元交报 所以我要跟你们讲的一件事情是 因为我以前跑过检调 你我们以前都把这所有的案子分开来看 但是我跟你讲 他这样子一路看下来 你会发现 事实上从头到尾 北检都是系统性的 在办柯文哲这五大案 但为什么 沈青青在7月中的时候 还可以飞出国 到8月的时候 现在竟然是由应小微禁管 到后来沈青青现在也被抓到的情况之下 你就知道 真正可能有查到迪金流 就是从监察院的相关案子下去之后 结果在应小微身上真的获得突破 不然没有道理 因为你看喔 应小微她自己本身被列被告 她的两个的助理 全部都列被告 连她的男朋友也列被告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你走不去啊 而且你就是那个破口 她是破口 她是破口 所以才会 而且我认为应小微 应该自己也知道 但没有道理 如果你是一般出访行政 谁会从台北走到台中 再从台中出国 对 那是不可能的事嘛 那你为了 你凭什么说你昨天 昨天你出去被打 结果今天 按照据说媒体报导 沈青青也是今天 可能打算要出国 所以你从这个 所有相关的时间点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应小微 这个真的是她的一个突破口 现在媒体有一个相关报导 就刚刚讲的嘛 她是3月10号 有那个便当会 3月10号便当会之后 3月19号 柯文哲清签 柯文哲清签之后 结果6月23号 6月7月1号 应小微自己的办公室 两次的协调会 伸出了方案4 所以就有奖励金20% 可是你要知道喔 所以那个奖励金20% 她是她办公室跑出来的 对 可是你要知道 明明柯文哲就知道 在7月15号的时候 事实上 他们的相关的判决 就要出来了 你其实之前的判决 都已经是对你北市府 是有利的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你应该要等到7月15号 看要怎么样再办 你怎么会在这中间的过程里面这样 第二件事情 3月10号非常关键 因为3月10号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的律师 在那时候开庭 针对这个案子 跟金华城在法院开庭 律师当时还说 根据我们台北市长 柯文哲她的意思 是这个案子 我们是不要协调 不要和解的 所以换句话说 在3月10号 他们台北市政府的律师代表 在说我跟金华城这个官司 打到底我不退让 但同一天 他却在议会里面 他却在市政府里面 跟应小微 在接见这些金华城人 开始进行便当会 所以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 我跟你讲 如果没有3月19号的那一个清签 就是交办下去的话 柯文哲搞不好就说 没有啊 我都尊重啊 不然我之前怎么会跟律师讲 说我们这边不妥协 他以为他做了防火墙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案子 应小微下去之后 沈青青今天还有做一件 很不寻常的事情 谁会在你本人 在被征讯的一个情况之下 发公开声明 除了沈青青之外 前一阵才发生一个啊 李文娟 我们那时候还在想 对 木可公司 为什么李文娟 人还在被征讯当中 却有人带 李文娟或木可公司 去发表一个这种东西 会不会跟沈青青同样的方式 搞不好是沈青青教他的 然后我觉得他今天的这个声明 非常重要 讲两点 哪两点 第一个 我们是寻通案处理 所以换句话说 你没有徒利我 第二件事情 柯P这个人 是可以用谈条件的吗 我没有送钱给他 所以他们两个现在 如果真的是 现在刚如议员所讲的 是所谓的串供的话 囚犯理论就是 我们两个 只要十口都不招 就没有破口 好小妹 今天刚刚讲的 兵分四三路 而且大家最关键是 六个被列被告 六个列被告里面 有四个跟易角微 非常的密切关系 还有这个这样讲的 他本来想跑的 对 就被拦下来 这四个我讲一下 那个 我刚讲的 代表说北姐已经把所有人 相关人等各种案子的尽管都做好了 王凯他男朋友 那另外两个助理 为什么 因为王凯是处理下回书 给里长资源 干这种大事的 那他另外两个助理 是议会的助理 那其外议会助理的话 因为陈从文被押 是因为陈从文党总预算 台智光要提高担价 议员有预算权 议员没有行政权 都给你融机 所以只有金流 所以这两个小鬼可能也有好处 两个议会的助理 我看研判是这样是比较正常的研判 所以说如果今天议员被弄 他等于说我今天不是因为市政府的所谓的案子 去卡你的预算 是我中间有钱来来往往的 没有 金流查到还有几笔很大 对不对 易小卫跟这个金华城中间 简单讲就是如果没有给易小卫钱 你是办不了他的 因为 因为这个叫什么 图利 只有官员有图利 对 议员是没有图利罪的 因为你没有行政权嘛 好 你等于没有融机权嘛 我怎么这样 所以那两场 刚慧晨讲的那两场就是关键 就是那六月二十七跟七月一 那你奇怪 那你想想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也不是这么厉害 是所有的版本 是金华城交给他的 你照这个念 就去其他会照这个念就好了 整个过程是这样 好 黄珊珊的角色 黄珊珊认识沈庆金快三十年 为什么 我跟你讲 黄珊珊认识沈庆金三十年 黄珊珊认识沈庆金谁签的线 黄鼠光他哥哥 黄鼠光是军系嘛 沈庆金的地理叫沈庆光军系 国民党的中常委 还有以前郝龙斌那个小老虎 猪牙虎兵议局长 他们都是在一起 但是几十年了 所以这个认识是就是 水鲁交融很容易熟嘛 黄珊珊 为什么黄珊珊第二任 第一任都不放 因为第一任其实邓家基 他们都不太同意这个事情 首途有责 然后第二任 黄珊珊上来的话 就破口就出现了 就把他们牵在一起 而黄珊珊这个绝对不是 她主管的业务 她不是公务副市长 她是比较软体 教育 好 那为什么 那天今天一爆 我们这些委员听的都傻了 你知道我们进化政委员 然后黄珊珊来了嘛 他说我第三次便当 第三次便当会 我也没去 我没去 那没去怎么有 彭珊珊的名字 我问他签名 他说我不知道 而且他说很差异 我彭珊珊事后 一个公文送来 看到说 柯文哲要我当PM 有没有 升级 升级从不来从 所以说这个是有节奏的 今天我动到 别人要讲 在整个进化政策案子里面 我先问的是 市政府科长级的人 问了市长科长级的人 以后我就开始问 这个所谓的 这个都发觉 都委会的人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我都把你找来问 问了31个人 问了31个人之后 开始现在我去对金华城 我对威京集团开始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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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你说接下来 如果要动柯文哲 就会先动黄珊珊 对 是假的 而且数据 我讲两个 就是有没有摄影 有数据 如果照彭富彭震生的说法 我那天没去 那找我 事后找我当PM 我也很惊讶 然后他说 我不能盖的账 我绝不盖 然后不得不盖的话 他都跟检调讲 是柯文的压迫我 做这样做 他都讲得很清楚 全部糟了 好 重点是什么 重点第三场 如果真的没有去彭富 那今天是柯文哲 跟黄珊珊决定的吧 第三次 第三次很重要 是送那个都省大会 我这一关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公展那一次 好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我跟那个检调呼吁过 赶快查那个数据 数据就是打字小姐 市长是 那黄珊珊讲什么 帮助兼华者的话 柯文哲讲什么 那个就是陈唐公正 那非常重要的证据 现在围绕在柯文哲 旁边 他绵密之深 他的整个牵连之广 超乎我们的想象 刚才讲 现在金华的这个案子 已经把 已经把省庆金弄出来了 省庆金弄出来了 省庆金弄出来了以后 现在动的也都要北思科 北思科你说 这两天 这张照片被丢出来了 这个是吴东镜进到的 那个郑文燦的官体里面 对 没错 被拍的照片 到底是你 你郑文燦长期被监视 对 还是你吴东镜长期被监视 对 也就是今天牵扯在 在这个案子里面 有很多的大老板 也会人头落地 保险 我跟你说 目前为止来说 案子越办越多 而且啊 现在还有很多案子 可能会开花出来 为什么这样讲呢 事实上这几天的时候 丢出两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非常有意思 保险这两个人 这个是吴东镜 然后这个人是谁 这个是林伯瀚 他们两个人是 星光金的大股东 然后刚才最近呢 星光金在探索了 他到底要合并给台信金 还是中信金的时候 又丢出这个照片 那丢出这个照片 为什么很隐人瞎想呢 保险那这照片的 这个时间点是拍在 4月19号的这个时间点 4月19号就拍了 4月19号就拍了 他们见的是谁 他们见的是郑文燦 那郑文燦当时是谁 他是行政院的副院长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他其实跟院长 没什么两样 他就是院长 那他为什么要去呢 因为4月18号的时候呢 这个目前为止的 星光金的这个公司派 发了一个文告 就是说 我们准备在4月22号 要谈心心病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我要谈心心病 就在隔一天的时候 他们就去见了郑文燦 所以见了郑文燦之后呢 到底现在人家就说 难道是他们要去谈 心心病的相关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很简单 保险你知道 依照目前的状况来说的话 吴东进跟林伯瀚呢 他们两个是不愿意心心病的 他们是想要跟中信金合并 因为他们两个 在这次的心心病的 这个星光金的董事会里面 他们都投了反对票 甚至现在不是传出来吗 吴东进早就去找了这个 闫文龙 闫文龙就是中信金的 目前为止的董事长 而且林伯瀚还去告董事会 对 他这几天告了这个彭雪芬嘛 所以那事上 目前为止就是这样 是不是他们在前一天的时候 去看了郑文燦 那看了郑文燦之后 因为为什么 我跟他讲 这个所谓金控整病 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金管会能够决定的 能够决定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总统府 另外一个就是行政院 一定要这么高 因为为什么 这一次中信金整病 他变成台湾第一大金控 信金整病来说 他们第四大金控 这个是会动摇国本的 所以他不是这些人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去找郑文燦 因为这是郑文燦 这种层景才能够决定的 可是呢 就刚刚好 保险你知道 又流出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什么呢 这照片就是检调 不是扣押郑文燦 他们家里面的钱吗 一共是678万 那这个跟之前 他送的这500万 是没关系的 500万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他的500万跟600万 已经退回去了 对 那这是什么东西 新的钱 那新的钱 然后检调就说 这里面包装了什么 台新银行 台湾银行 永丰金 还有新光银行 有新光银行 对 那有新光银行 都有保险 你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吗 检调居然就去查了 郑文燦跟他的老婆 他说他们两个 没有新光银行 还有永丰金的任何的账号 那但是问题 他们的捆操审理上面 印的就是新光的照片 我自己是没看过 那你说我上面 十万十万一捆 十万十万一捆 每个银行不一样 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说 上面这个十万十万一捆的 对 是新光银行的 是 但这个新光银行 如果郑文燦没有 新光银行的 这个所谓的存款 对 我怎么从新光银行 领这么多钱 所以现在简单就是说 他们现在在办财产不明罪 他们就在 如果假设你 这两个连了起来 新光银行的钱 然后吴东青 刚好在这个时候 又去找了郑文燦 然后又从他家里面 收出了新光银行的钱 然后所以就说 现在目的 我就说现在的事情 越来越多 好那尤其是 因为这个 这个吴东青 他还牵扯到什么 北市科 他前一阵子 才被检调搜索 他一亿元交保 因为他 因为他在这个 新光银行事保 这个案子里面 他中保私囊 一亿交保 所以实际上 显然现在检调 有在盯吴东青 他开始在摸索他 所以说这个照片 可能不是检调流出来 但是检调绝对有在 透过这个方式 因为 北市科的案子 这个检调一定知道啊 对北市科的案子 跟吴东青当然有关系嘛 所以才跟你说 现在这个 这个真的是牵扯 你知道台湾政商 人脉的关系之绵密 你看 这次你就完全都牵出来了 你说从盛文贊的案子 现在从柯文哲的案子 是 搞不好有大老板 人头落地 这次就是很多很多案子 你看起来 好像原本不相关的案子 现在完全连在一起 盛文贊的这个金流里面 搞不好有跟新光金有关 新光有关系 那新光又跟北市科有关系 那北市科又跟柯文哲有关系 所以他完全都穿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哇 这里面的水 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深啊 会在 你知道我们最喜欢大草变了 我们最喜欢血流成恶了 我没有想到 柯文哲刚刚讲的 你这种人脉之绵密 牵连之广 超乎我们的想象 今天刚刚讲的 已经扯到了一个省性 已经扯到了威京集团 就现在刚刚讲 你现在又扯出了吴东镜 吴东镜为什么 这不是随便来讲 你金华城正在动的时候 现在北市科也在动 北市科要动的时候 就是要动到吴东镜了 现在甚至 因为你更密切是 你的女儿 还是柯文哲的副总统 是所以我觉得 其实现在所有案件 柯文哲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他不只跟财团 刀叉吃人肉 他非常喜欢跟财团做朋友 我跟你讲 其实财团是这样 财团看到你柯文哲 一个政治素人上来 一开始心想说 这个盘子弄一个 给你认识一下 结果发现柯文哲很喜欢吃这种饭局 土地公有求必应 这个船很快 对 他可以巧适 所以全部船变了 你说柯文哲是土地公 土地公 然后呢 第一层是建商 后来连金矿之用也交朋友 很厉害了 所以他对财团多多益善 因为这种事情 其实财团是这样 财团什么没有钱最多 所以他一开始 财团怎么跟你交朋友 所以小平在讲 在一个餐会里面 一个人出一百万 然后呢就是一千万 一桌二百 另外是两桌二十个人 一个人在一百万 又两千万了 我跟你讲 真的就是每个小平哥 有讲到一个重点 当我给你一百万的时候 我也没跟你拼命 你一定要给我那个收据 或一定要给我 但是他发现 你没给我 那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人可以巧 我再补一句 他叫什么召集人质 他认识了一个大金主 金主有钱人都在一窝 那就成立一个兄弟会 认识一个就是二十个 都在那种大饭店国宾 你知道二十个人会 他是这样子一直滚 我跟你讲 他的人脉是生不可测财团 生不可测 所以你只要敢收钱 而且收钱没有收去 你就很好买了 有钱人在测试 你这个人值不值得交朋友 都有几个美感 一开始就对你非常的好 然后什么东西 这没多少 你放的 这我自己的产品 你自己留的 就发现你来者不拒 后来就发现有一些的 所谓你应该采注的那个线 你也没采了 他就认为 这个人可以拿出来 就可以来交朋友 可以交配一个情况之下 好咖啦 交配一个情况之下 就会成 刚刚讲的 其实财经圈很多 财经圈很多 怎么融会 怎么会怎么会 融年 所以就代表着 柯文哲 已经被这些财团 视为是 乎腳 会撬的 所以才会变成是 开始砍掉 然后当你 我认为 他就这样被 让整个砍掉 就去砍掉 而且我现在仔细看了 你会发现这几大案里面 就不拖两个财团 星光跟威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说尤其是吴东靖 吴东靖我们都知道 因为去年 他们的那个 星光的董事会 让他被赶出来 赶出了星光这个家族 所以为什么吴东靖 他要特别去找郑文蔡 郑文蔡那时候 还是行政院的一个副院长 那代表 因为郑文蔡也是会撬的 所以就变成 都会说你会撬你 我跟你讲 刚那个施东哥讲一个重点 金晶病这种事情是动摇国本的 还记得扁案吗 金晶病那时候 哇塞 多少钱在整个台北市商场 到处流传 一咖啡 两咖啡 三咖啡 全部都是跟金晶病有关 严谱 刚才讲 现在这个案子里面 金华城已经动成这样子 另外一个北四科也在动 也就是刚才讲 这个吴子山 五个都没有要放过柯文哲 杰哥我跟你说 柯文哲 面对金华城跟北四科的案子 他一个都逃不了 以前我们一直在讲说 他寄生国会对不对 他结果现在被发现 他是寄生财团 为什么我跟你讲 因为我是北四科 他真的跟财团很好 他非常的接近 距离非常的近 所以他跟以前这个所谓的 吴东镜的星光金 跟现在的微星期材真的很好 他还不是只有跟吴东镜好 他连台心金的吴东量都好 那讲到北四科的案子 因为是在我的选区 大家在讨论说 为什么有争议 第一个 就是因为T16要投资计划书 T17跟T18为什么不用 第二个 你为什么为了星光人寿而放宽条件 两个重点 结果掉出来发现有两个很重要的会议 一个在110年的3月3号放宽的条件 这个里面的人有谁呢 只有六个人就可以决定了 没有一个什么都省委员 没有顾问公司 柯文哲自己市长签名 这个跟金华城是不是一模一样 都自己签名 都自己签名 黄珊珊是主管的副市长 跳过 他不盖章 没有一个副市长出席 只有局长出席而已 然后柯文哲竟然敢在上面签名 而且这个记录没有录音录影 第二场会议叫做4月19号 就决定了T16要投资计划书 17 18却可以不用 结果现在前市府的秘书长陈志明 他竟然面对大家质疑 他说我告诉你市长就是决定大方向 这不是废话吗 这个重达 这个金额是超过几十亿的市长 可以直接在上面就这样决定 决定大方向 就把我们的市场这样子的建租 而且我告诉宝洁哥 所以柯子好赶喔 好赶 我们没有见过 连公务人员都说 以前没有见过那么赶的市长 可以自己跳过副市长 跳过很多程序 在这个公文上面签名 而且没有录音录影的记录 我还要告诉大家喔 他现在有就是之前 他有一个顾问公司 市府还花了三百多万去聘请他们 给这个招商的建议嘛 结果顾问公司告诉你说 你要三块地一起标的话 只有受险公司有这个能力来标 他建议分开标 结果柯文哲不同意 他坚持 所以第一次留标 第二次留标 各位观众朋友要知道 当进入第三次留标 如果招标的时候 就可以怎么样 一家投标 一家得标 所以吴总 一个以新政治出来 现在为什么大家会对柯文哲 他也真的太胆大妄为 他的趋向也真的太难看了吧 柯文哲在第二任的时候 开始胆大妄为 所以我觉得那个关键人物 还是黄珊珊 是吗 黄珊珊懂法律嘛 他是有 他具有律师资格 他台大法律系毕业了 那在这个 在这个 沈庆经 就是被 这个金华城 这个案子上面来讲的话 当然黄珊珊 是重要的关系人嘛 岳黄珊珊跟沈庆经跟柯文哲 三个人彼此 是一个 经常有 是有相当深的交情 对 所以这个一切的 变化的整个 或是 或是柯文哲露出黑化的那一刹那 是在第二个任期开始 第二个任期开始的时候 大案子就是案子 所以 是无案 无意不语嘛 大案都沾了嘛 对 你看那现在问题 要会破的地方在哪里 它的破口在哪里 第一个你那个 你那个这个万大雨果市场 居然就140亿追加到180亿 可是中工在做 中工在做的话 这个最容易啊 因为这个 北减就会办一个微标 就是 就是微标嘛 微标的东西过程当中 你这个追加在第二标的时候 根本没有开标嘛 就直接溢价了嘛 第一标也是溢价 第二标也是溢价 但是中间就有很多包商啦 为什么讲这个包商很重要 因为包商就可以 居有 它下包的下包的下包 它是一个金字塔型的一种 那很多小包呢 它就可以 均由大包的命令 去做政治献金嘛 那政治献金的话 其实某种程度看来 就是契约行为 那这个政治献金 我讲一个关键人 就是彭震生是关键人 彭震生曾经私下 跟很多朋友讲 他在科批的大选过程当中 帮他建议的去募款 募款 那募款对象就是厂商啊 因为彭震生也不认识的鬼人啊 就是这些工程包商嘛 那些工程包商如果出现的是 奉了中公的命令而去募款 给柯文哲的话 那就会变成了个对价关系 所以对这个 然后刚好 好使不使中金流查不到嘛 因为你查不到金流啊 因为包商那么多 你怎么知道 而且你的募款那么多 要十八万笔嘛 根本无从查起 他突然间跟会计师翻脸啊 所以那个案子 以后他无形中提供了一个 整个的一个 他的这个募款来源啊 不要得罪会计师 本来检掉 查不到这个东西 那是你的 你家 他是私人的资料嘛 结果他自己变成了一个犯罪的一个 犯罪的一个事实 这个犯罪的事实 全部被北检扣押了嘛 所以北检在这个十八万笔里面 按图锁起 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出 这个哪些 就会有一些 关联的关系就很容易找到 这是第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那今天这个大动作更妙了 我请问你很简单 沈金金怎么会变成被告呢 沈金金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对 沈金金跟柯文哲怎么关联了嘛 所以他一定有一个沈金金跟柯文哲 关联性在里面嘛 那你说 印小卫跟沈金金的关联 我可以理解啊 因为印小卫是议员嘛 他帮沈金金去跑这个案子 那沈金金给他一些照顾 或是利益来讲的话 这个有可能变成一个 这个违背职务的可能性 那个有一个所谓的贪污的 就是说民意代表本身是 有公务员的身份嘛 所以我认为说 印小卫今天被收押的可能性 非常大 因为所以我讲的意思 可是这个时候 最初来一个关键 不管北市科也好 或是金华城也好 都会出现一个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污点证人 那个污点证人会免刑啊 不要关一天都不要关的 你知道吧 只要罚款就50万到100万 我认为沈金金跟吴东进 都非常乐意争取这个东西 他们只要讲出来 有一块钱 到了柯文哲的口袋 形成对待关系 柯文哲明天一定收押